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叉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 有一段时间更新非常少 今天的话应该是正常更新两个视频 那么被选录像有六个 那就不出意外就是大小搭配 传说中的一二六 最小的两个跟最大的一个 一二六 第一句话我们就是个大内肩 大内肩选择了郭娘娘 至于当时当年 各种贴拔截图 其中关系到郭娘娘的就有一句 我选郭娘娘就是因为她长得好看 那么其实现在这个郭娘娘出场率并不低 并不低 但是一般就是在这个内肩 我们也算是一个内肩的脸 那么这个是 去别人打别人乐别人 又开A 这就是把钟给跳到底了 跳到底了 那么我们作为前卫内奸 这个血线又不满 然后就直接骚了一下二号位跳钟的忠诚了 那么其实我们也没有过分的打他 毕竟这六狗 我们象征性的搞一下 也不算太过分了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想着后边的自保 那么鲁苏的话没有撸 贝勒了没有撸 如果是忠诚的话 要强势要搞鸡的 杀人搞鸡 杀人搞都可以搞 都可以给别人打 那么灵桶啊 灵桶虽说真的是内肩脸啊 有些时候主流内肩脸 但是不代表灵桶只能当内肩 是吧 灵桶中反内都可以当 但是这一局啊 灵桶虽说是主流内肩脸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一局灵桶绝对不是内肩 这个推你我推你过类似的情况推你过很多次 这一点还是有信心的 不信的话到时候灵桶身份三个看 绝对不是内肩 哪怕是反对都有可能不是内肩 你要相信这一点 好 这个家伙果然是吧 第一回和贝勒动不了 第二回是动一动 刘备的牌就没了 还好啊 刘备出牌的就是基尔就在旁边 基尔就在旁边 你就说也还是可以那个一手的 可以瞬间很多牌啊 如果一旦有杀一定要先给光 只剩一张杀的时候去那个捅一刀子 好 买买 那么这五张牌刷上来了 应该来讲就还没有杀啊 还没有杀 还能出一次杀 然后出一次杀以后再次搞基尔 那么这下不能再搞了吧 这个时候撸了一下那个鲁树 撸了一下貂蝉 然后巡运的话动一下 要给我们做点贡献吧 这个驱不了一个队人 拿不了人头 不过更可惜的是连死都没死啊 那么有些时候啊 他们刷牌刷到一定境界以后啊 就说我们其实一时半会 是控不了这个场了 那么就还有另外一种控场方法 看 是不是 我看 我坐这看你们打还不行吗 我长这么漂亮 是不是 看你们打 看你们能折腾 折腾的什么样出来 你元素搞不死灵头 灵头气脏来动一下 是不是 你们这也还有一血的这个 是不是 哎呦 这家伙这个时候去杀鲁树啊 难道说他是跳内 但是我也可以肯定啊 元素绝对不是内奸 这一点是可以打保票的 可以打保票的 强力的推理能力 那么其实啊 我们郭娘娘啊 除了第一回合骚了一下巡影以外 好像没有怎么明显的动过啊 那么这个时候元素杀一刀鲁树 还真有可能是跳内 这样的话想躲过灵桶跟刘备 主攻方的两年鸡了 但是你装的再下 也逃不过我们的法源啊 拿下一个人头 这个是一定要一定要拿下 然后再来一个吧 剑剑提发 这个地方还有输出呢 至少还有一个杀啊 至少还有一个杀 还有一个刀 又来一个顺手牵羊 然后 然后Q跟决斗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人品 还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然后铁锁之前没有年啊 也没有重铸啊 等于是现在没有人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重铸了 肯定不会重铸了 结果人家摸了一张牌 就改变命运了 就把左翅顺便给搞死了 所以说铁锁就就就就那个 依然是那句话 账户自己有白银 然后是我们有白银 被雷以后方便卖血 又不至于说卖血过度 那么这样来的话 这个看能不能打赢 那个传统单挑王啊 但是这个刘备单挑王 还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称呼啊 找到啥时候 找到库吉还没玩三国杀的时候 这个关怀是啥时候的武将 那可是我们当年在测试服玩过呢 啥意思啊 经历过他的测试服呀 所以说这个咱们争取啊 打向主流强者 那么咱们如果能打下刘备的话 也是光德一剑了 然后这个地方反正有斧子在手啊 就不跟你什么酒续的了 直接有酒杀直接干 是不是 朝上面一砸一弄 然后就日式一式逃人 嘛是不是 那那是不是 死了也能要是能回到桃园的话 其实一辈子也值了 他经历过那个刘备尔 他一生是经历过的 经历过的 从一个屌丝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奋斗 达到事业的辉煌 然后啥啥啥 最后死了还能再想着当年的桃园 是不是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 他死有战略意义啊 进入单挑以后 他死意味着我们的赢啊 他是有这个意义的 好 然后小胖子直接捅了一刀二号位的亚马带 然后亚马带表示 你捅我 我朝后捅好吧 那个 那么 那么 赢统的话 也是出师未捷 先调上线啊 先调上线 那么这样的话 至少这一回合 那个旋风要方便 你看出一张沙还能旋风 你 哎呀 那再出一个决斗 我就不可以保证还能旋风了 我是保证他出一张沙还能旋风了 好 反正 他如果是忠诚的话 这个 这个没有必要说因为一个铁爪 怎样 一个上线怎样 那他如果是忠诚的话 这样装一下的话 对主动方式非常非常上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反正 然后这也是一个反正 他这个人他顶死之前居然说的是让别人放心 说自己啥啥啥以赖的 跟那个很多大多数武将这个顶死之前说的不太一样 当然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悲伤的或者啥啥 好吧 这也是一个坏银 那叫坏银 然后砍一刀 然后我不乐你和你 难道我还乐不了你那个前卫的 对人吗 是不是 好 寻一动一动 地球三斗 火杀 没有命中 如果命中的话就爽了 这个地方也不在乎什么破不破觉醒了 是吧 你觉醒还不一定过得了这么多盘 按错 你还真按错了 这个这个这个还真是按错了 因为第一个倒的人是忠诚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可能再有那么多忠了 那么他既然按错的话 就是反贼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也没办法抢了 刘选中 然后那个 但是我们挑的目标很多 包括这个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跳泪啊 这个地方没有必要跳泪 那就挑忠诚 是吧 挑反贼就行了 是吧 实在没事啥都没有的时候还能挑和你呢 是不是 你有本事把我两个牌都扒走是不是 好 一条 然后一拆 肯定要拆了 然后一桶 然后这个时候看能不能天然觉醒吧 看能不能天然觉醒 比如说那个反贼这个时候去激活这个群语 你看九杀来了 如果就算不内阁的话 因为就王盖也打得到他 有了红杀就可以打到了 结果但是 一旦是急滚群语的话 也不能天然觉醒了 你逃着就出去群语 给你忙给你保了 好 一个决斗 一个蛮蛮 就凭再点本事 不放拳 还是可以的啊 你要那个群语的话 是吧 也可能就是 不一定有这么爽啊 那么小胖子就没有放拳 也行 我这两军阵险 不斩下 你再把老毒头 如果没有红杀也是袭击不到这个群语的鹅 看到菊花不能爆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变态说 一定要让菊花的菊花裂开什么之类的啊 比如说他 是吧 我们为什么非要让菊花裂开死掉啊 他多活一会儿 还是有点贡献的 我们就让他多活一会儿 好 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天下 这个只要来一张杀 肆无忌惮的这个九杀 然后八卦叛虎 然后桃园结义 无懈可击 肯定要打出去吧 然后小胖放拳 提前觉醒 但这个地方香香先动了 反对的血线应该来讲 香香没倒 倒的话要好打很多 那么香香没倒的情况下 也依然是不会太难啊 依然不会太难 你看扇子来了 就意味着我就不是一根筋 说非要先打死谁打死谁了 既然扇子来了 肯定打死灵桶了呀 打别人才打不死是吧 之前你怎么知道能击火灵桶啊 可见那个觉醒 那个能量还是很强的啊 觉醒能量还是很强的 好啊 你挪闪电 挪闪电的话就又耗牌 就又意味着不能挪其他的东西了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 只要小胖多顶一会儿 毕竟挪了闪电 小胖说白了 也就是一个天判 是吧 只要不这么快没下去 依然我们还是我们的天下 只要不这么快雷下去 哪怕最后雷了 是不是 相当于一个闪电 保护其他的东西 保护 不出意外的话 张和你又要把闪电挪过去 他觉得他们这个地方 打不动小胖了 反正凭借张和你 真的是打不动小胖了 真的是打不动小胖 他怎么可能打得动小胖呢 是吧 牌头不够 带点血 让你打你的打不动 所以说希望那个闪电来结局啊 闪电来结局 那么 没啥 黑 哎呀妈呀真是黑 那个 我是说 肖肖的脸长得黑啊 这 这 一个八卦 真是满血带八卦 挡不住 我们将为随机收反 雷收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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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不怕他防御墙 只要他别给我们暴死就行了 时间久了以后 我们又有过牌又有拆牌 小胖子牌垂不起来 一开始没暴 后来就更没暴 那么就这样的话 是吧 就慢慢打就行了 不用怕他了 是吧 小胖子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赶安 是吧 作为一个无血主攻 写起来后 说不定可以纯牌 暴一下 或者是怎样怎样 但是每回合被拆掉一张牌 这个难受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寂寞难耐啊 或者是什么的 总之就是按了投降按钮 当然那局也应该具备投降条件了 其实投降是有条件的 不是说有硬性条件 还有那个物理条件啊 不是 物理应该也可以叫硬性吧 就是有硬性条件 还有那个物质条件啊 就是软性的 就是思想条件 硬性条件就是三国沙规定的 哪些可以投降 只能有两个势力 比如说最后只剩一个主攻一个反折 或者一个主攻一个内奸 只能有两个势力 就是就是两种身份啊 主攻方善一种身份 只能有两种身份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你不能有队友 你不能有队友 然后还要打满十分钟 好吧扯了半天 现在突然不知道他们什么身份了啊 那么这个大表哥选出来 估计就是中内棉 你说打中内 蔡文基就是一个反折脸 当然蔡文基本则拯救地球的重任 是吧 本身也是一个反折脸 是吧 拯救地球啊 他一射一射 射到必要的时候一个断肠 还能说不定真能拯救一下地球 那么我们啊 作为一个内奸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锋芒毕露 再加上是袁绍局 所以说伞还是挺值钱的 伞是挺值钱的 再加上我们不需要用沙来防南蛮 所以说这个还是 防御还是可以的 然后又不需要现在大到阔府进攻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局面应该来讲 还是挺好的 还是挺好的 哎呦 他那个弃而不舍的精神啊 终于是烧纵了 终于终于是烧纵了 好拆吧 使劲的拆吧 别拆主攻就行了 主攻必要的时候帮我们打一下攻啊 毕竟这个打攻皇帝名不虚传啊 是吧 必要的时候反对血都比较多了 是吧 射几发 然后射着射着发现反对状态就下去了 反对状态一下去 是吧 来个大乱舞 或者说叙爆来个大难蛮之类的 哎呀想想还是有点 有点那个 他怎么弃了一个沙呀这家伙 有必要这样吗 装内奸 还是说 还是说牛表卖血牛 不敢杀牛表 还是说这个蔡文基有背歌又不敢杀反对 哎 总归啊 不管他 不论他出于哪种考虑 不管他 你也管不了 人家都以精气了 你再说也没用了 已经气掉了 过 那么这个还是借张飞啊 借张飞其实还是能跟水平配合的 必要的是主攻撕一轮 是吧 然后让他也打一轮 但他这个位置有点刻后 看一下主攻应该来讲会打攻一段时间 比如说现在九手牌 我就不相信你会动 你给我动呀 你给我动呀 弓箭手 顺手前仰 铁锁连环 好吧 他这个 这种锦囊还是挺多的 弓箭手还是挺多的 闪 好 开始射起来了 就这样射吧 然后这个黑的 万一你来更多更多 The more the better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话出闪了 没有必要掉血 这个有必要掉血吗 没必要嘛 掉血干擦 好 这个袁绍的话也就这一点 然后他也就这一点 然后他出了一张杀 然后刘表的话 这个撸上来的五张牌 哎呀 好人哪 黑锦囊啊 还是群攻心 然后不光有很多作用啊 他这个蓝蛮 一来的话可以进一步 修热闪贝 二来加强 这个忠诚的输出啊 这个借当飞应该来讲 差不多要那个发动他的替身了吧 我建议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弄死借当飞 他能做一轮攻险 现在这个反贼的血线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啊 这个我们估计就不打败了 你说这个时候乱一下有什么用呢 是吧 两血打到一血 还是咱那 不乱了 更好 帮我们削弱反贼了 当然这个 如果单多两张牌就好了 这个又回这么一滴 这么几滴血 有点扯 有点扯 好 拯救地球了吗 不让他拯救地球 人家说我他产的射不死 我不需要你拯救地球 好吧 那不需要就不需要 然后我们也不一定要断肠啊 必要的是乱武啊 什么之类的方式是可以配对他的啊 就他一个小小的这个 女子能阻挡我们的清场大街 能跟我们这种心狠 手辣的那种毒室到那搞搞搞啊 是不是 咱们是那个心狠毒室呀 过河拆桥 雷沙 闪地如烦杀 或是废杀 好吧 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至少倒几个人啊 你也会增长 现在已经啊 平时而亡 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 你说张飞的三滴血 能不能替主公跟内奸挡几刀子呢 好像做不到 然后这个时候 袁绍他中途啊 有很多次 比如说大雪衣啊 你看我们一个群雄 那个刘婊一个群雄 然后他有些时候是很多牌起家的 但是涉的不猛烈啊 涉的不猛烈 啊他涉的不猛烈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讲啊 就是说也好慤慈啊 不够 genial 我们先打不是我们假许的作为啊 假许一般主张靠自己啊 你指望袁绍给你打一辈子光 是不是 人家不愿意打 那我们就靠自己 好 我们为了拿人头啊 是直接搞了潮谋 你搞诸葛克的话 人家可以傲财啊 是不是 可以傲财 并且人家本身是良心 一个酒团说不定也能减一回命 服处性命 乐不思想 然后这个土克 其实对主攻有危险啊 对主攻有危险 但是好在我们这个地方跌了一个桃 必要的时候 如果特意是要流失体积一点 你叼也叼不起来了 然后但是这个反对 你竟然可以继续叼 可以继续叼 还有一个神将 倒了一个 还有一个 可以继续叼 只有靠自己 有些时候 这个决斗张飞好像比较容易啊 比较容易 一个决斗就带飞了 三张牌直接无事的感觉 很多时候人家张飞是吧 要干就把杀全部给弄了 决出去了 何况人家是忠诚是吧 没有必要打那么猥琐 能杀人多杀点人呗 传说中进了阻力坊啊 进了阻力坊 然后这个闪电啊 三点伤害就是三点伤害啊 如果没有重复的 你可能周泰 是吧 就感觉只翻了一张不去牌 但是那说不定 一下子给你要死掉了啊 该 该球几个头啊 或者是该怎样怎样啊 这个不用怕啊 这一一下 说明他四方 五五五五 这个又鼓励了 二四七Q 二四七Q 那么咱们按照十七滴血来打啊 十七滴血来打啊 现在也是没有断这么一张杀 刚发奖他一下 结果你们都倒下了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有这么多杀啊 不怕你的射 也不怕你的那个满满 就是我们还有一把辅射 然后就是等着摸一个 摸一个杀 不一定要九杀 是吧 即使是他哪怕袁绍还能顶一回合 我们多摸几次应该来讲是可以的 是可以做下的 那么咱们冷酷的独四啊 终于是又赢了一局啊 又赢了一局 哇三局内奸这么快就完了 我怎么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顺便啊 今天是那个 想一下 今天是周六啊 今天是周六 但是今天是绝对没有周末娱乐的 今天没有周末娱乐 现在这个周末娱乐越来越难 没有办法 基本上等到星期天能出出来 已经是万幸啊 毕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传说中周末娱乐可能会那个 刚才是这三个吗 假许郭怀江维 郭怀 江维 假许 毕竟有一段时间传闻周末娱乐可能是要两周一根啊 所以说今天出不了周末娱乐 真出不了 不是说我不想出或者怎样怎样 因为审核工作根本就没做完 是吧 那么刚好昨天也没更新视频啊 所以说就是今天就先出两个一般的视频 然后是吧 打一下直播 然后争取明天上午再努力一下 或者是到明天晚上之前争取把周末娱乐给出出来 是不是 那么大家不要怪我 一到周末就经常有各种人怪我啊 现在其实我知道今天是周末啊 我是知道的啊 不用提醒我了 我是知道的 那么最后传说中的说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叉 嗯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 嗯 有一段时间更新非常少啊 更新非常少 今天的话应该是正常更新两个视频 那么备选录像有六个 那就不出意外就是大小搭配啊 传说中的一二六 是不是 最小的两个跟最大的一个 一二六 嗯 嗯 嗯 好第一句话我们就是个大内奸啊 大内奸选择了郭娘娘 至于当时啊当年啊当年啊 各种贴拔截图其中关系的郭娘娘就有一句啊 我选郭娘娘就是因为她长得好看 那么其实啊现在这个郭娘娘出场率并不低啊并不低 但是一般就是在这个内奸了内奸 是吧我们也算是一个内奸的脸了 内奸的脸了 那么这个是是吧驱别人打别人乐别人是吧又开A 这就是把钟给跳到底了跳到底了 那么我们作为前卫内奸啊这个血线又不满 然后就直接骚了一下二号位跳钟的忠诚啊 那么其实我们也没有过分的打他 毕竟这六狗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下也不算太过分啊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想着后边的自保 那么鲁苏的话没有撸 贝勒勒没有撸 如果是忠诚的话要强势要搞鸡的啊 杀人搞鸡啊杀人搞都可以搞都可以跟别被打 就是恨死反对啊 你犯中我手 你犯中我手 那么鲁桶啊鲁桶虽说真的是内奸脸啊 有些时候主流内奸脸 但是不代表鲁桶只能当内奸 是吧鲁桶中反内都可以当啊 但是这一局啊鲁桶虽说是主流内奸脸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 就是说这一局鲁桶绝对不是内奸 这个推理我推理过类似的情况 推理过很多次 这一点还是有信心的 不信的话到时候鲁桶身份三个看 绝对不是内奸 哪怕是反对都有可能不是内奸 你要相信这一点 这个家伙果然是吧 第一回合贝勒动不了 第二回合一动一动 牛背的牌就没了 还好啊 到牛背出牌的时候 鸡尔就在旁边了 鸡尔就在旁边 你就说也还是可以那个一手的 可以瞬间很多牌啊 如果一旦有杀 一定要先给光 只剩一张杀的时候 去那个捅一刀子 好 买买 那么这五张牌刷上来啊 应该来讲就还没有杀啊 还能出一次杀 然后出一次杀以后再次搞击 那么这一下子不能再搞了吧 这个时候 撸了一下那个鲁树 撸了一下貂蝉 然后巡运的话动一下 要给我们做点贡献吧 这个驱不了一个队人 拿不了人头 不过更可惜的是连死都没死啊 那么有些时候啊 他们刷牌刷到一定境界以后啊 就说我们其实一时半会是控不了这个材料 那么就还有另外一种控场方法 看 是不是啊 我看 我坐这看你们打还不行吗 我长这么漂亮 是不是啊 我看你们打 看你们能折腾的什么样出来 你元素搞不是灵笼 灵笼七张来动一下 是不是啊 你们这也还有一血的这个 是不是啊 这家伙这个时候去杀鲁树啊 难道说他是跳内 但是我也可以肯定啊 元素绝对不是内奸 这一点是可以打保票的 可以打保票的 强力的推理能力 那么其实啊 我们郭娘娘啊 除了第一回合骚了一下巡运以外 好像好像没有怎么 火杀 本然没有命中 如果命中的话就爽了 这个地方也不在乎什么破不破觉醒了 是吧 你觉醒还不一定过得了这么多牌 按错 你还真按错了 这个这个这个还真是按错了啊 因为第一个倒的人是忠诚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可能再有那么多忠啊 那么他既然按错的话 他就是反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也没办法 然后那个 但是我们跳的目标很多 包括这个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跳内啊 这个地方没有必要跳内 那就挑忠诚 是吧 挑反贼就行了 是吧 实在没事啥都没有的时候还能挑合你的 是吧 你有本事把我两个牌都霸走 是不是 好 一挑 然后一拆 肯定要拆了 然后一同 然后这个时候看能不能天然觉醒吧 看能不能天然觉醒 比如说那个反贼这个时候去激活这个群运 你看九杀来了 如果就算不内阁的话 因为黄盖也打得到他 红杀就可以打到他 结果但是一旦是结果群运的话 也不能天然觉醒了 你逃之中出去群运给你忙给你补了 好 一个决斗 一个蛮蛮 就凭再点本事 是不放权还是可以的啊 你要那个群运的话是吧 也可能就是不一定有这么爽啊 那么小胖子就没有放权也行 我这两军阵前 好 你再把老骨头 如果没有红杀也是袭击不到这个群运的鹅 看到菊花不能爆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变态说一定要让群运的菊花裂开什么之类的啊 比如说他是吧 我们为什么非要让群运的菊花裂开死掉啊 让他多活一会儿还是有点贡献的 我们就让他多活一会儿 好 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啊 这个只要来一张沙 就是肆无忌惮的这个酒沙 然后八卦叛虎 然后桃园结义无懈可击 肯定要打出去吧 然后小胖放权提前觉醒 但这个地方香仙先动了 反敌的血线应该来讲 香仙没倒的话要好打很多 那么香仙没倒的情况下也依然是不贵太难啊 依然不会太难 你看扇子来了 就意味着我就不是一根筋说 非要先打死谁打死谁了 既然扇子来了肯定打死灵桶了呀 打别人才打不死是吧 之前你怎么知道能激活灵桶呢 可见那个觉醒的能量还是很强的啊 觉醒能量还是很强的啊 好吧你挪闪电 挪闪电的话就又耗牌 就又意味着不能挪其他的东西了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只要小胖多顶一会儿 毕竟挪了闪电小胖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天判 是吧只要不这么快雷下去 依然我们还是我们的天下 只要不这么快雷下去 哪怕最后雷了是不是 相当于一个闪电保护其他的东西了 不出意外的话张和你又要把闪电挪过去 他觉得他们这个地方打不动小胖了 反正凭借张和你真的是打不动小胖了 真的是打不动小胖了 他怎么可能打得动小胖呢 是吧牌都不够 带点血让你打你都打不动 所以说希望这个闪电来结局啊 闪电来结局 那么 黑 哎呀妈呀真是黑 那个我是说肖像的脸长得黑啊 这这一个八卦真是满血带八卦挡不住 我们将为随机收反贼收来的一类的 这脸你不得不承认是非常非常黑的 黑到一定的境界了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闪电挪来挪去 最终说不定我们还会拿这个闪电雷死出弓啊 这个有必要掉血吗 没必要吧 掉血干啥了 好这个袁绍的话也就这一点 然后他也就这一点 然后他出了一张杀 然后刘表的话这个撸上来的五张牌 哎呀好人啊 黑锦囊啊还是群攻心的 然后不光有很多作用啊 他这个篮板一来的话 可以进一步削热反贼 二来加强这个忠诚的输出啊 这个借档飞应该来讲 差不多要那个发动他的替身了吧 我建议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弄死这篮板 他能转一轮冰险了 现在这个反贼的血线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啊 这个我们估计就不打败了 你说你这个时候断一下有什么用呢 是吧 两血打到一血 还是咱那儿 不乱了 更好 帮我们削热反贼了 当然这个 如果单多两张牌就好了 这个又回这么一滴 这么几滴血 有点痴呗有点痴呗有点痴呗 有点痴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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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拯救地球了吗 不让他拯救地球 人家说我他反正射不死我 不需要你拯救地球 好吧 那不需要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也不一定要断肠啊 必要的是乱武啊 什么之类的方式是可以带给他的啊 就他一个小小的这个 嗯 女子能阻挡我们的清场大街 能跟我们这种心狠 手辣的那种毒室到那儿搞搞搞啊 是不是啊 咱们是那个心狠毒室呀 嗯 过河拆桥 雷杀 嗯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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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你说张飞的三滴血能不能替主公跟内奸挡几刀子呢 好像做不到 然后这个时候袁绍他中途啊有很多次比如说大雪衣啊 你看我们一个群雄那个刘表一个群雄 然后他有些时候是很多牌起家的但是射的不猛烈啊 射的不猛烈 刚刚他射的不猛烈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啊就是说也好 靠自己 不分靠别哪不是我们假许的作为啊 假许一般主张靠自己啊是不是 你指望袁绍给你打一辈子光是不是 人家不愿意打那我们就靠自己 好我们为了拿人头啊是直接搞了潮谋 你搞诸葛克的话人家可以傲财啊是不是 可以傲财 并且人家本身是良心 一个酒团说不定也能减一回命 不处性命 乐不思想 然后这个诸葛克其实对主公有危险啊对主公有危险 对主公有危险 可以继续点啊还有一个神将倒了一个还有一个啊可以继续点啊 真有靠自己 靠自己 有些时候这个决斗张飞好像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一个决斗就带飞了三张牌直接无事的感觉 很多时候人家张飞是吧要干就把杀全部给弄出去了 何况人家是忠诚是吧没有必要打那么猥琐 能杀人多杀点人呗 传说中进了祖内坊啊进了祖内坊 然后这个闪电啊三点伤害就是三点伤害啊 你如果没有重复的你可能周泰是吧就感觉只翻了一张布区牌 但是那说不定一下子给你搞死掉了啊 该该求几个坛啊或者是该怎样怎样啊 这个主攻的话现在有怀疑 不怕不怕他防御强只要他别给我们暴死就行了 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又有过牌又有拆牌 小胖子排锤不起来一开始没暴后来就更没暴 那么就这样的话是吧就慢慢打就行了不用怕他了 是吧小胖子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感恩是吧作为一个无邪主攻写起来以后说不定可以存牌 爆一下或者是怎样怎样 但是每回合被拆掉一张牌这个难受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寂寞难耐啊或者是什么的总之就是按了投降按钮 反正那局也应该具备投降条件啊 其实投降是有条件的啊不是说有硬性条件还有那个物理条件啊 不是物理应该也可以叫硬性嘛就是有硬性条件还有那个物质条件啊就是软性的 就思想条件硬性条件就是三国杀规定的哪些可以投降 只能有两个势力比如说最后只剩一个主攻一个反折或者一个主攻一个内奸 只能有两个势力就是就是两种身份啊主攻方善一种身份 只能有两种身份然后就是然后就是你不能有队友你不能有队友 然后还要打满十分钟 好吧扯了半天现在突然不知道他们什么身份了啊 那么这个大表哥选出来估计就是中内联你这打中内蔡文基就是一个反折联 当然蔡文静本则拯救地球的重任 是吧 本身也是一个反贼联 是吧 拯救地球呀 他一射一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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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到必要的时候一个断场 还能说不定真正拯救一下地球 那么我们啊 作为一个内奸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锋芒毕露 再加上是元少局啊 所以说伞还是挺值钱的 伞是挺值钱的啊 再加上我们不需要用沙来防南蛮啊 所以说这个防御还是可以的 然后又不需要现在大闹阔府进攻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局面应该来讲还是挺好的啊 还是挺好的 哎呦 他那个 弃而不舍的精神啊 终于是烧纵了 终于终于是烧纵了 拆吧 使劲的拆吧 别拆主攻就行吧 主攻必要的时候 帮我们打一下攻啊 毕竟这个打攻皇帝名不虚传啊 是吧 必要的时候反对血都比较多了 是吧 射几发 然后射着射着发现 反对状态就下去了 反对状态一下去 是吧 来个大乱舞 或者说续爆 来个大蓝蛮之类的 哎呀 想想还是有点 有点那个 他怎么气了一个沙呀 这家伙 有必要这样吗 装内奸 还是说 还是说刘表卖血牛 不敢杀刘表 还是说这个蔡文基 有背歌 又不敢杀 反对 哎 总归了 不管他 不论他出于哪种考虑 不管他 你也管不了 人家都已经气了 再说也没用了 已经气掉了 好 那么这个还是戒章飞啊 戒章飞其实还是能跟水平配合的 必要的是主攻撕下一轮 是吧 然后让他也打一轮 但他这个位置有点靠后 看一下主攻应该来讲会打工一段时间啊 比如说现在九手牌 我就不相信你不动 你给我动呀 你给我动呀 弓箭手 顺手前仰 顺手前仰 铁锁连环 好吧 他这个 弓箭手 这种锦囊还是挺多的 弓箭还是挺多的 好 开始射起来了 就这样射吧 然后这个黑的啊 比如万一你来更多更多 the law is better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话 出闪啊 没有必要掉血 明显的动过啊 那么这个时候 元素杀一刀 鲁素还真有可能是跳泪 这样的话想躲过灵桶 跟刘备主攻方的两年级了 但是你装的再像 也逃不过我们的法源啊 拿下一个人头 这个是一定要一定要拿下 然后再来一个吧 剑剑提发 这个地方还有输出呢 至少还有一个杀啊 至少还有一个杀 还有一个刀 又来个顺手前仰 然后 然后Q跟决斗 又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人品 还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 然后铁素之前没有年啊 也没有重铸啊 等于是现在没有人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重铸了啊 肯定不会重铸了 然后我们仗着自己有白银啊 就这么挂了一个闪电 那么其实啊 你看啊 他那个铁素之前没有重铸 先杀一刀貂蝉 摸一张牌以后 才决定要不要重铸啊 结果人家摸了一张牌 就改变命运了啊 就把左翅顺便给搞死了啊 所以说铁素就就就那个了 依然是那句话 仗着自己有白银 然后是我们有白银 被雷以后方便卖血 又不至于说卖血过度 那么这样来的话 这个看能不能打赢 那个传统单挑王啊 但是这个刘备单挑王 还是很早很早以前的称呼啊 找到啥时候 找到库尔姐还没玩三菩萨的时候 这个锅还是啥时候的武家 那可是我们当年在测试服玩过呢 啥意思啊 经历过他的测试服呀 所以说这个 咱们争取啊 打向主流强者 那么咱们如果能打下刘备的话 也是功德一剑啊 然后这个地方反正有斧子在手啊 就不给你什么酒续子了 直接有酒啥直接干 是不是 朝上面一砸一弄 然后就认识一只桃园吗 是不是 那那是不是 死了也能要是能回到桃园的话 其实一辈子也值了 他经历过 那个刘备尔他一生是经历过的 经历过的 从一个屌丝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奋斗 达到事业的辉煌 然后啥啥啥 最后死了还能再想着当年的桃园 是不是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他死有战略意义啊 进入单挑以后他死地为了我们的赢啊 他是有这个意义的 嗯 好 然后小胖子直接捅了一刀二行为的亚马带 然后亚马带表示你捅我我朝后捅好吧 那个 那个 小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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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银统的话也是出师未捷先调上线啊 先调上线 那么这样的话至少这一回合那个旋风要方便 你看出一张沙还能旋风 你哎呀那再出一个决斗我就不可以保证还能旋风了 我是保证他出一张沙还能旋风啊 好反正他如果是忠诚的话 这个这个没有必要说因为一个铁爪 怎样一个上线怎样 那他如果是忠诚的话这样装一下的话 对主动方式非常非常上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反正 然后这也是一个反正 当当当当 反骨贼一出 呃 他这个人他顶死之前居然说的是让别人放心 说自己啥啥啥以赖的 跟那个很多大多数武将那个 因此之前说的不太一样 当然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悲伤的或者啥啥啥 好吧这也是一个坏银 那叫坏银 然后砍一刀 然后我不乐你和你 难道我还乐不了你这个前卫的 帝尔妈是不是 好寻一动一动地球三斗